就是現在請老師準備一個Google四串表 這個地方你可以在您的名端硬碟 不管再跟目錄或是哪個目錄都沒關係 你就從這邊按新增 Google四串表 把它按一下 好 按下去了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看 那當然 建議大家先 給他一個名字 給他一個名字 比如說我這個是今天的日期 好這樣子 那 上面呢你要不要反位名稱其實是都OK啦 只是平常習慣上 我還是會加上反位名稱 加上反位名稱 這個在簡報23年那裡 你們可以參考看看 簡報的23 我們大概會有幾個欄位 日期、時間、溫度、濕度 這樣就夠了 四個欄位 日期、時間 跟溫度、濕度 好,所以我再在這邊加上 日期 好,我把這幾個 把它加進去,然後調整一下 這樣 給他一個背景色 OK 你沒有加其實也可以 那是不影響的 那我們這樣準備好之後 因為Google四串表本身 是怎麼樣 預設是私人的 所以沒有全線 所以你到右上角這裡 共用這邊 按一下 我們要把這個全線打開 那在打開的過程裡面 首先你先看一下 我們按一下取得連結 按一下 但是呢你要留意一下 如果您使用的 是學校網律 他預設是只能跟 學校網律的共用 我們不行喔 要用改成知道連結的 因為 會不會丟到他也沒有登入你的學校網律 所以如果你不是 改成知道連結的人 他會沒辦法共用 這是第1個 第2個 預設的 權限是只能看 不能改 所以您必須要把它改成可以編輯 也就是說這個試算表必須要讓使用者可以寫入資料 當然這樣是比較危險 因為相對的所有人知道連結都會改 對不對 但是我目前是比較單純 然後就是 你先讓他知道連結 那這個連結 要麻煩大家複製下 等一下我們會用到 OK 好了 好了 完成了 所以 欄位名稱我們先把它打進去 然後呢 全線 把它準備 這樣就可以了 主要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老師準備好了 那我們就來看 怎樣把這個 試算表加進來 你看我們左手邊 左手邊 有 資料庫的功能 對嗎 資料庫的功能 打開 那我們現在用的就是這個試算表 那試算表裡面他的積木其實不多啦 老實講他其實後來有另外一個增強版和這個試算表的功能 但是他是屬於外掛 所以我們就先用他基本 你看他這個有四個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 Google 試算表在哪裡 所以我們要先告訴他 所以通常這個積木我會擺在上面 擺在最上面 也就是程式一直請的時候 我就先告訴他 那重點是 剛剛我們 試算表不測取的一個共搶的連結嗎 那個連結就是要放在哪裡 在網址這裡 所以你們就把它貼進去 這樣他就可以知道 我要把它寫到哪裡 那第二個 你是寫在哪一個工作表 就所謂的分頁 預設的話其實都是同一個 就叫做工作表 有沒有發現 所以除非你有改變 不然的話原則上應該會跟 我們積木上的事同一個 因此老實講過一件事情 如果我的試算表裡面 有多個 工作表 都會個別寫入 可以啊 那跟Excel一樣 就可以 去個別的地方發資料 如果你要做那個函數的運算 我可以通過這樣子去做 好 那我們這樣子確定盤 可以 讓他知道我要去哪裡找這個事實上 那接下來就是要把它寫進去吧 那因為呢 我們偵測 溫度濕度 是在這個積木裡面 就是這個土王這個大的積木裡面 所以 當然要把 寫入的也要放在這裡 你如果丟在外面這邊 他是不是就 溫度濕度都不會改變 就做一次 所以要記得一下 我們找到這個 有沒有將資料寫入 就在這裡 塞進來 我先 塞在上面 這樣大家比較好看 塞在這邊 我要寫進去 那你要寫的欄位有幾個 預設是兩個 A跟 B 如果不夠 是不是這個齒輪在這裡 你可以再增加 因為我們現在有幾個 只有四個 所以我可以來這邊 齒輪 加兩個進來 加兩個進來 那 ABCD就是對應到我們這邊的 ABCD 這樣 老師應該就比較了解了 所以我們對應過來之後 A的部分 日期 那日期要去哪裡找 自己打算了 當然 我們那個Google資訊表面 跟你save要 可不可以有一個函數 直接取得日期 也可以 但是這樣比較 要 不OK啦 因為我們還是希望從這邊去抓到 所以我們找這個地方 您看一下 在 進階 功能裡面 有一個叫控制 控制 有沒有看到這裡 今天的日期跟時間 所以我們就是在這裡去取得 好所以呢你可以從這邊 現在的日期 現在的時間 那溫度濕度我就從這邊 複製過去就好了 10度 10度 這樣就完成 那如果你不需要那麼快醒過去你可以把這個起入的時間改端一點 比如說我只需要 5秒鐘偵測一次或者1分鐘偵測一次其實 就夠了 那我們就可以馬上實驗看看 來你看 我就把它寫下去了 好 來我們看這裡 有沒有這樣的寫進啊 所以其實 WebDuno這一塊 我覺得很方便是在於說 以前我們學資料庫 你必須要學所謂的西國語法 那你必須要 寫SERV端的程式 比如說ASP PHP ASP.NET 之類的 或者 C 我看一下 C 比較沒有用到這一塊 但是呢你現在透過這樣的方式 就把它完全都視覺化了 我等於 跳過了很多之前 要學習這些語言的階段才能夠達到這個目的 那當然這些資料寫進去可不可以讀出來 也可以 對不對 我們也可以把它讀出來 所以這個是它的優點 那像我剛講的 如果您覺得 我在這個環境裡面 我想要怎麼樣 偵測 一段時間 您就可以搭配 雲端布鎖 雲端布鎖我們剛講 可以幾個小時 是不是六個小時 所以你把程式關掉 一樣可以進行 我們先請大家先確認一下 你的能不能寫進去 如果你發現你的寫不進去 可能就是什麼 全線上的問題 寫進去我們就順便做一下雲端部署 來 老師麻煩你 把這個程式先停止 把它關掉 我們剛講過 雲端部署就在雲端嘛 所以程式關掉沒關係 好你看我現在回到這裡來了 回到我們專案管理這裡 對不對 好你找到你剛剛的那個程式 好我在這裡 我在最下面這裡 所以我找最右邊 找最右邊 你看這裡雲端布鎖 有沒有 在這裡 所以我就從這裡 來做 因為我剛剛上面有一個在執行中 不要忘記我們只有一個扣檔 所以如果你有在執行中很麻煩你 這個我要先停止有沒有 要先結束掉 不然他就不讓你執行啦 來我現在跑到下面了 我再按這裡 按下去 有沒有可以開始雲端部署 那我先把我的試算表先清掉 我從這邊我把我剛剛抓的資料清掉 這樣比較不會誤會了 好現在是空的 好現在資料已經是空的 所以我現在確定開始部署 那你可以看到他部署之後有成功 就表示你的裝置有在線上 有沒有打勾了 跟剛剛紅色不一樣 回過頭來 看到我們的視線 有沒有寫電腦 所以你電腦關掉 就跟你沒事 因為六個小時會繼續做 呵呵 所以你要記錄的是開關燈的狀態也可以 溫濕度是不是也可以 是不是都OK 或者是超過的距離 有人進來的時候 偵測一下 通通都可以啊 那這樣就會有這個紀錄保留下 就有紀錄保留下 你都可以做回溯 其實跟我們SERVER上那個LOG檔 意思是一樣的 你做了什麼動作 因為現在資料都要做嘛 都要做七合 不好意思 因為我在 結案子 寫的是 那資料就麻煩 就是都要做很多七合的動作 好 這樣 老師有了解 那個雲端部署的感覺了吧 通常都是用在監測 環境比較多 我剛講過 如果你是互動的 那根本就不需要 雲端固執 因為當你掃描QR過或執行程式的時候 它才會連線 所以如果你是那一種的 就不需要做雲端固執 OK 好,我就這邊就先停止囉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